退辅会主委冯士宽今天出席立法院国防委员会 针对和他国防主张不同的民进党北市党部主委参选人吴一农 宣布投入2024立委选战 冯士宽冷回说关他什么事 不过随后又换家说两个人还是好朋友 另外美国莱猪开放进口 退辅会所属的荣家是否会使用美猪 对此冯士宽坚决反对莱猪 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不是跟政治对抗 面对莱猪退辅会主委冯士宽维持一贯反对立场 还说退辅会所属的荣家不会使用美猪 尴尬的笑了笑只是现在莱猪审查机制不断出包 冯士宽即使坚决反对 就能确保莱猪不会吃进度吗 我想冯士宽主委他从头到尾也懒得说谎了 但重点是说我们大家都不敢吃 因为政府不愿意帮我们把关 那我觉得农委会到现在没有彻底的检讨 朱彪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莱猪一提稍不停之外 在国防主张一项和冯士宽论点不同的 民进党北市党部主委参选人吴一农 表态投入2024立委选战 对此冯士宽这么回应 你说谁 关我什么事 只用五个字关他什么事冷处理 难道过去冯士宽骂吴一农是渣男 这个心结还没解开吗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们在演习的时候都彼此都能够互相沟通 缓甲还是好朋友 不过自己不会支持吴一农选立委 冯士宽有话直说也再度引发关注